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海和西太平洋的和平稳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那45年前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外交系的博士生 前往美国国会亲眼见证和参与了台湾关机法的制定过程 这位博士生就是现在担任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的董事长李大为先生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李大为先生 专门来我们的节目 同我们谈一下45年前美国制定台湾关系法的历史的过程 董事长好 王尔先生好 石板先生好 各位观众好 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 石板先生好 大家好 李董事长当年你是正好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大学外交系读书 正好在图书的时候碰到了台美断交 然后美国国会制定台湾关系法 然后你在美国的时候的博士论文 就是写台湾关系法立法过程 后来翻译出版 在台湾也出版了中文版 在是英国吧 英国纽约基金大学 帮你出版 英文版 英文版 然后这本书实际上对于台湾关系法的制定过程 有非常完整详细的分析 而且在我看来 现在还是研究该法一本最重要 最深入的学术专著 因为我有读过不少跟台湾关系法有关的学术著作 但是这本是非常完整的 这样的一个学术专著 能不能先 这本书当然出版很多年了 但是还是请你先给我们的观众简单 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这本书当初是我的博士论文 那这本书有它的背景 因为1978年12月15号 卡特尔总统宣布与中华民国断交 那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留学生 那当时是情绪是非常激动的 那第二天早上我就到了开车 自己开车到Washington去 到白宫前面去示威 那二月初的时候 这个参议院中医院的外交委员会 分别审议 当时的国务院提出了综合法案 那作为一个学习 这个国际关系的专业生 我觉得很有趣 我就开车到Washington去参与大部分的听证会 所以亲历了辩论讨论的过程 后来那时候正好要选博士论文题目 我就把这个题目做我的博士论文题目 那这个篇文这本书呢 大概从这个所谓正常化的这个历史回顾 一直到参众两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这个讨论辩论 到这个院会的讨论辩论 一直到跟行政部门的这个协商 到最后啊 卡特总统在45年以前的4月10号 签署让这个台湾关系法成为美国的国内法的一个过程 确实是啊 现在正好45年了 那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 为什么卡特政府这么急着同中共建交 为什么他这么轻易接受了中共提出的所谓建交三原则 是 这个有多方面的考量 第一个我想从战略的层次来看 因为当时对于美国来讲 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苏联 所以说是从战略上 他们希望能够联合中共来制衡苏联 那第二啊 从国内事务政治事务的角度来讲 因为当时对卡特总统啊 一个头疼的事情啊 就是巴拿马运河的主权让渡给巴拿马政府 那那个时候呢 也完成了立法程序 因此呢 卡特觉得啊 他有这个政治能量啊 考虑所谓的这个关系正常化 那第三呢 是牵涉到个人的因素 因为对卡特总统啊 跟当时的这个国安顾问 Brizensky两个人来讲啊 他们都期待在他们的任期之内啊 完成对中国的这个关系正常化 那第四呢 我觉得还有一个这个客观的事实呢 就是说是当时中共的领导人邓小平啊 对于所谓的建交三原则啊 就是啊 废约撤军啊 这个的坚持啊 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的坚持啊 是非常的强烈 那美国政府啊 觉得 邓小平不可能再退让 因此呢 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那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所谓工商界的一些考量呢 因为当时啊 这个工商界觉得中国改革开放 对于一个 那时候不讲14亿人 那时候还讲10亿人的市场啊 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吸引力 我就记得啊 当时可口可乐的这个首席执行官 因为可口可乐是Atlanta做 做这个 他总部 正好也是卡特的家乡 他就讲说 哇 如果11亿人中国人 每一个人一年喝一瓶 我就多了11瓶的销量 当然这些期待呢 后来跟事实呢 也有一大段距离 那另外呢 从中方的考量啊 事实上当时邓小平啊 已经决定要发动惩罚越南的战争 因此呢 他也急着再赶快啊 把这个正常化做一个结束 他也期待啊 就是说跟卡特总统啊 有一个谅解 就是说是至少美国不会去公开反对 因为一旦如果承越战争 这个开始了以后 你如何对美国的民众解释呢 说我中国是一个和平 这个友善的一个政权呢 所以我想基于这一些原因呢 终于决定在12月15号啊 这个美国跟中国啊 这个达成了所谓正常化的协议 石板先生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45年来看 当时美国跟中共 中国建交 它是至于有很多假设 而这些假设 现在回过头来看 似乎都是错误的 对 整个的误判就是说 美国认为能够跟中国建交以后 通过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 中产阶级扩大 中国能走向民主吗 这是当时的 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的一种 他们想象的中国将来的燃图 结果 出来习近平以后 完全跟他们 这个想象不一样嘛 越来越独裁 越来越扩张 变成一个怪兽 这个所以说 我觉得这几年 美国正在修正当年的错误 当年他们完全做一个战略性的 一个对中国 我觉得这一点是 我觉得美国社会 当时的卡特政府确实是考虑不周 另外一个台湾问题 确实是留下了一个 我想当时 因为我后来写过邓小平秘诺 当时按中国的条件 其实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没有必要做这么大的账博 其实还有很多地方 美国就不让步 中国也会接受的 对 当时中国明显有求于美国 远远多过美国有求于中国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再讲当年的故事 就是断交以后 1979年初卡特政府 就向美国国会提出一个对台湾关系的 叫综合法案 对 那是一个草案 然后来规范美国与所谓台湾人民的 非官方的关系 包括商业文化经济的关系 但是他这个法案提出以后 为什么会在国会受到了两党 包括他自己的民主党的很大的批评 为什么国会最后能够不顾北京的反对 大幅度的修改了行政当局的草案 而且重新命名 不叫综合法案 而制定一个叫台湾关系法 对 因为就是成如刚才斯本先生所说的 从美国国会的角度认为 就是说这个正常化谈判 是一个很坏的交易 英文讲是个bad deal 是不是 因为一月底 1979年一月底 国务院提交给国会的 这个原始的综合法案 中间没有一个字 谈到台湾的安全问题 那另外呢 这个综合法案的内容 即使在所谓的经济商业关系方面 这个法律的基础 也是相当的薄弱 那另外呢 在1978年暑假的时候 曾经通过一个杜尔参议员提出来的一个修正案 不是 一个修正案 后来呢 也纳入这个变成法律 也就是说是要求美国行政部门 在终止跟中华民国的这个共同防御条约之前 要先知会国会 而这个卡特总统呢 在美国国会修会 在圣诞节假期之前呢 做了这样的一个政治决定 那从美国国会看来 你这个是背离了国会当年给你的一个这个限制 所以说美国国会呢 也觉得不能够接受 所以等于是卡特抓了一个漏洞 他故意挑在国会修会的时候 挑一个国会修会 在圣诞节假期之前 九天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违反了当年国会通过的法案 国会通过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doe amendment 那整个我们也必须要看 在1979年的这个整体的美国内部的形式 那个时候可以说是一个强势的国会 对应一个比较弱势的总统 因为自从这个1974年选出来的那一阵国会议员 可以说是后水门事件跟这个后越战时期 那那个时候啊 美国的人民对于政府是怀疑的 那相对的选出来的那一七四级的这国会议员啊 都是比较声音大 强势的一个国会 那相对当时那个卡特总统呢 是一个弱势的一个总统 那另外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美国国会议员长期来啊 对于台湾的同情跟友好 这也是一个就是说他们认为啊 基于道义的原则啊 这个国会啊要制定一个法案 对于台湾人民的未来 对于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的未来啊 要有所保障 对对 好我们来谈一下台湾关系法 其中几个关键条文啊 我把这个台湾关系法打印出来 这个是从AIT上面的 它的一个中文的翻译了 当然是要以英文为主了 这个中文翻译 但是这里面首先是对于台湾的定义 这个台湾的定义 它这个法案里面讲 是包括台湾和澎湖列岛 这些岛上的人民公司 以及根据适用于这些岛屿的法律 而设立或组成的其他团体和机构 还有一句特别的话 1979年1月1号 以前美国曾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 以及任何接替的治理当局 这个定义是蛮特别的 我自己注意到 第一它没有包括金马 它只是专门指示台湾和澎湖 然后它又特别提到了台湾治理当局 或者台湾Government Authority 或者台湾统治当局 这个措施也是非常特别的 对 这个事实上 在当时参议院跟众议院讨论 这个字 有很长的一个辩论 有许多不同的意见 到最后 国会还是勉强的答应 用国务院的用语 就是people on Taiwan 台湾的人民 对 people on Taiwan not Taiwanese people 对 也不用Taiwanese government 也不用台湾的政府 你看一直到现在 常常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在发表公开声明的时候 还是用people on Taiwan这个名词 这个原因 当然就是跟所谓建交三公报 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他不愿意承认 有一个政府在台湾岛上 所以他用台湾人民 国会后来也是勉为其难 因为当时卡特总统威胁 就是说是你如果有官方性质 用政府这样的字 那我就不签字 我就否决这个法案 那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在1979年3月1号以后继续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威胁 那所以这个有趣的事情 我必须在这边 也要这个要郑重的这个讲一下 当时的这个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Church Frank Church的参议员 特别讲出来一句话 他说台湾是事实上的政府 英文就是de facto government 然后当时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共和党的领袖 就是ranking minority 来自纽约州的这个Javits 贾维兹参议员 也特别讲将来在立法史上 一定要有这句话 就是说是台湾的主权地位 绝不附属于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两位特别在辩论的时候 讲这个要放在legislative history 就是在立法史上 所以这两句话事实上是有法律效力的 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那个时候国会就非常明确的讲了 说台湾这个主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的 这个我想一直到今天2024年 这都还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立场 比如说我是日本人 我住在台湾 我就不是台湾逆子 但我是people往台湾 台湾关系都会保护 这是美国的用法 所以他管的范围是比较大的 我们也受保护的 对 但是有一部分人 有一部分在台湾的人 有一部分people on台湾 他不认为自己是台湾ese 也只有这个可能吧 是 这个在1979年的听证会中间 也的的确确有这样的声音出来 我记得那个时候 坐证的证人中间有彭明敏先生 也有陈唐山先生 他们两位就持这样的一个主张 是 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里面 阐述了美国的政策 特别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台湾前途 必须以和平的方式来决定的政策 他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义 他说美国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外交关系 是基于台湾的前途 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一期望 但是如果有一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 非和平的方式的话 那美国是不是就要跟中国断交呢 我想这样子 美国从1979年开始 就是说坚持台湾的未来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一直到今天2024呢 还是他的政策 而且不只是美国的政策 你看最新的七大工业国家G7的共同声明中间 也是这样子写 台海的和平稳定 以及以和平方式的解决 是我们七大工业国G7的一个共识 所以可以说是从79年 美国的立场扩充到一个七大工业国的一个共同的立场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另外您刚才提到断交 不是跟中国断交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能够说的 这是将来有美国的总统跟美国国会 他们共同来决定 那我想这个要看将来的情势的发展 是美国人的决定了 总事长 我们来谈一下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的二字四 里面有一些 这一句是整个台湾关系法里面一个核心的内容 就是说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的前途之举 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 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 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经济抵制和禁运手段 这个问题现在我们都一直在讨论 美国是如何判断这种威胁的严重程度 美国表达严重关切的方式和可能采取的行动是什么 事实上我一直在讲 我说经过了45年 台湾关系法 这个法律 不但是美国的国内法 而且是等于是作为美国跟台湾双边关系的一个法律基础 那当年制定这个法律 说老实话 主要还是美国的参众议员中间许多的非常有智慧 有远见的一些议员 他们当初所写的这个法条 到了45年以后 我们还继续可以试用 对 而今天讲老实话 即使北京当局也没有办法跟美国国务院讲说 你现在做的某一件事情是违反你们当初国内法的一个法律条文 是不是 说老实话 这样的一个法律 其实我常常讲是一个活生生的 的一个法律 而且这个法律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法律 就是跟着时事变迁 还是能够解释的一个法律 刚才您讲这个所谓严重关切 英文就是当时在台湾关系法用grief concern 这两个字 当时在美国国会里面辩论的非常的激烈 而最后用这严重关切 事实上是行政部门的坚持 因为当时有许多的议员 不管是参议院还众议院 他们用的词语是更严重 他们用的词语从国务院的角度来讲说 你这个跟1954年 这个共同繁卫条约内容差不多了 那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北京一定会抗议 甚至于说我们正常话就 就没有办法再做下去了 是不是 那所以说是在当时的行政部门 强烈的压力之下 甚至于有一天 这个卡特总统 还邀请当时的参议院 外交委员会主席Church 到白宫吃午饭 吃完午饭以后 你可以看出这个 参议院外委会的这个风向 就开始比较缓和一些 显然是总统 就是跟Church主席讲说是 如果你用这么强烈语言的话 那我就不签 我就否决这个法案 所以说在这个妥协之下 终于关于台湾安全的部分 国会也同意行政部门的用语 就是用严重关切这四个字 但是并不表示 就是说美国不会采取 这个比较果决的行动 确实是 当时Church这个参议员跟卡特总统 都是民主党的 对 当时是个民主党总统 然后参中两月 也都是在民主党控制 做多数的一个状况之下 还能够通过一个 这样子跟行政部门原始的 这个综合法案 有如此大分别的一个法案 所以我认为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案例 也是充分彰显了 美国当年在制限先写 讲求三权分立 讲求制衡 牵制与平衡 check and balance 这是一个教科书的一个典范 对 当时我记得 邓小平和中国驻美国大使 财泽民 完全搞不懂 美国的这个三权分立的 这个立法过程 他们无法想象 怎么可能 美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 是跟总统的意见 是有很大差别的 对 所以说是 在1970年1月底的时候 邓小平访问美国 1月30号花了整天 在这个国会山庄上 这个跟这些参众议院的两党领袖 外交委员会的全员 吃午餐 在游说 这个我想 所以说是 我记得当时的华盛顿邮报 就写了一个社论 就讲说是 中国的政治教育 就是说是 这个法案 让中国真正得了一个 political education 让他知道 就是说是 在美国 除了你要跟行政部门 跟国务院 跟总统打交道之外 你还要跟国会打交道 是不是 这个我想对于中国的政治领袖来讲 所以说 Washington Post讲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教育 邓小平那一带 一点点有点开窍了 但是很遗憾 现在中国又回去了 你就跟当年 两年前 那个佩洛西访问台湾的时候 中国的上上下下的 都认为你拜登跟佩洛西 眼双黄 你们俩商量好的 其实确实是 拜登是不想让佩洛西来 但是佩洛西就非要来 拜登是阻止不了的 中国一想 你们是一个党 你们是一个党 我们共产党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当然这也是一个 所谓强势的国会议长 碰到一个比较温和的总统 所以说我觉得到现在 特别是中国现在再次锁国以后 对西方的这种民主更搞不明白 但是我想这也是 可以说是三十多年来的爱国主义教育 当然从西方来讲 是民主主义教育的一个结果 很快谈一下台湾关系法里面的另外一个关键议题 就是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当年在美中建交谈判的时候 是争议最大的一个问题 国会在台湾关系法里面 对这个问题是有相当明确的规定的 但是即使有了台湾关系法之后 还是有817公报 还是有行政部门怎么执行台湾关系法的争议 但是经过这45年 现在看来美国提供防御性武器给台湾 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顺畅的机制了吧 对 我想这个就是在辩论台湾安全的条款的部分 当时的的确确占了很大比例的讨论与辩论的时间 最后这个条文所谓安全条款 完完全全是国会恩赐加入的 当然也经过国务院的同意 就是说是 所以我在博士论文里 我用了一个巧妙的模棱的文字 就是说是形容这个文字中间 不会触犯了北京的禁忌 不会让国务院不高兴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空间 让后面的这些美国的总统跟美国国会 能够运用来配合时事变迁的时候 可以扩大对于台湾安全的一些解释 提供更多的武器或者服务 所以说你不能不赞佩当时撰写台湾关系法的这几位 非常有智慧的议员的远见 确实是 但是后来八一七公报 还有雷根总统的六项保证 所有这些也都是跟美国向台湾提供武器有关系的 也还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斗争 台湾要确保美国能够顺畅的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对 因为我们应该这样子回头看 1979到1982那段时间 可以说是美中正常化以后的蜜月期 对 所以说才会82年在海格国务卿的主导之下 签了八一七公报 对于军售台湾的武器加以限制 但是这个事情到了当时的雷根总统的手上以后 他发觉的已经太晚了 已经当时几乎是目以成舟 所以说才会雷根有六项保证 这个六项保证一直到今天 美国政府还不断的讲所谓三公报一法 然后六项保证 是吧 六项保证 说老实话 几乎是跟八一七公报是完全去抵触的 对不对 也让美国对台湾的军售跟训练提供了一个法律基础 对 最后有一条我想提一下 就是台湾关系法的第二条三 里面重申维护及促进所有台湾人民的人权是美国的目标 这一条曾经让蒋经国政府很头痛 但是事后来看 他对于推动台湾民主化和提升人权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我们前一段时间请台大历史系陈翠莲教授来上节目 他做了很多研究 就是讲到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关系法对台湾民主化和人权的作用 这件事情也使得台湾坚定的成为世界自由民主阵营的一部分 对 有很大意义 是的确如此 这个1980年代的时候 我还是一个初级官员 在驻美代表处服务 那个时候在美国国会里有一个所谓的四人帮 这四人帮包括两位参议员 就是Edward Kennedy 还有Claybone Pell 这两位参议员 在众议院也有两位 Steven Solars跟Jim Leach 两位众议员 他们自己戏虐也说我们是Game of Four 四人帮 那这四人帮 我记得每年到了5月20号之前 那因为是戒严法宣布的日期 他们一定会举办听证会 就这个戒严法大肆批判 当然对当时的台北的政府来讲 的确是一个压力 所以我也同意这个看法 当时的四人帮的这些作为 的的确确对于后来宣布解言 一步步开放台湾民主化 有一些贡献 刚才你在讨论的时候 一直提到美国的所谓一个中国政策 他们一直是以一法三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 但是在我看来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区别 至少从理论上来讲 台湾关系法是经过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压倒性通过总统签署生效的国内法 而美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个公报 只是双方行政当局签署的协议 并没有经过立法机关批准 它不是一个国际协议 但并不是一个美国宪法底下的国际条约 因为美国宪法底下国际条约 必须经过参议院批准 所以是不是从美国国会的角度来看 台湾关系法的效率是高于三项公报的 这是一定的 因为台湾关系法是一个美国的国内法 所以在法律位阶上当然是高于公报 这是毫无疑问的 那台湾关系法就是我刚才也讲了 45年以后你再去看 还是一个可行可用 能够适合当前世界形势发展的一个法律 就是我讲1979年是蜜月期 是不是从201819以后 你就看到从以前他们讲是全面交往 对不对 到了这个全面竞争 是不是 这很大的一个改变 这个从1979年45年以前 想都不可能想象得到的一个改变 但是你今天拿出台湾关系法 仍然是适用 并没有任何干戈之处 这个我觉得真的你回顾起来 真的是 当初是有聪明睿智 有先见之明的一些议员 所做出来的一些贡献 是确实 像美国这个制定法律的过程 非常的严谨 非常的细意 对 但是确实是常常会持续很久 美国宪法250年了 也还在很有效的使用 对 那你看台湾关系法45年 现在来看 还是非常有效 对 然后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也是一如既往的团结和强劲 往前看 似乎台湾关系法 还是可以有效的作为 稳定台海安全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基础 对 完全正确 这是我觉得是毫无疑问 那 我觉得今年4月10号 这个正好也是45周年 我觉得真的是应该好好的 这个 这个让新一代的美国国会议员 新一代的美国政府 能够体认到45年以前 这个国会的这些先贤 制定这个法律的意义 它的这个意志 甚至于这个立法历史 我觉得都有必要 让他们能够重新的 重温一下 这个当年的精神 不光美国的国会议员要重温 台湾的国会议员也应该重温 台湾的国会 现在的 新进来的这些国会议员 可能也都不太知道 45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 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在 我家里有这本书 而且我还经常拿起来看 为什么呢 因为在日本 每隔几年 日本有很多挺台湾的 一定会有人提出来 日本要不要修一个台湾关系法 然后呢 我其实年轻时候 也写过很多这方面的稿子 但是后来呢 我就是说 认识一些国会议员 特别是安倍内阁 安倍很挺台湾嘛 问些安倍内阁 比较重要的人物 然后他们就说 他们说这个日本 其实没办法 为什么呢 就是说台湾关系法 其实最简单 就是一句话 就是美国跟台湾说 老大罩着你 日本还是被老大罩着的国家 没有能力罩台湾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解释 因为这个日本国会议员 也曾经来拜访过我 我也跟他们分析 这个主要差别是 美国是总统制 它下面有这个三权分立 那国会呢 那国会呢 要行使 他们叫做Advice and Consent 就是说建议与同意权 那日本的制度是内阁制 就是像英国的Westminster的制度 那你这个政府的这个 从总理大臣到各个部会的大臣 都是同一个党 这执政党的这个成员 那你执政党的成员 在一个一个内阁制里面 很难说是赚你出一个法律 来约制这个政府 所以我觉得这是总统 政府国会是一码事 那也换句话说 就是像这个台湾关系法 最简单的 如果全世界美国要制定一个 那中国就没办法 但是现在只有美国有 别的国家没有条件 对所以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讲 你看我们在外面110多个馆 当然很多是办事处了 也就是说是唯一名文的 法律制约一个非官方关系的 也只有台湾关系法 其他你看在欧盟国家 他们也是一个法治先进的民主国家 也没有一个像台湾关系法一样 日本也是一个自由法治的国家 也没有一个台湾关系法 就主要差别就是美国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总统制 所以世界上还有一些 其他总统制国家 也许我们可以去做做工作 像捷克 像法国 这个倒是可以 真的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就是说是 你也必须考虑到 1979年的时候 就我刚才用情绪性的一个时刻 来形容当时的气氛 因为对于国会议员来讲 他们也是一个shock 是不是怎么会 忽然就做这样的一个宣布 而且告诉国会议员也是 美国东部时间9点钟 卡特上电视宣布 然后8点钟才打电话 给参众两院领袖说 我一个钟头以后要做这个宣布 那国会议员觉得 你一点都没有事前諮商 我国会有同意权 也有建议权 你事好都没做 你把我国会放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那当时有他的时空背景 那你今天要做 可能又不完全一样了 对 当时美国驻台湾大使 来通知蒋经国 也是半夜两点钟 前七个小时 对 把蒋经国从床上叫起来 那你书里面也讨论到这件事情 就是当年为了推动台湾国 当年为了推动美国国会 通过台湾关系法的时候 台湾实际上朝野合作 这个包括民间人士 成立了一个七状式的团 这里面包括顾连松 还有一些律师 徐晓波先生 对 然后去台湾拜会国会 然后也包括流亡在美国的独派领导人 彭明明 陈唐山 你刚才也提到 也在国会作证 你有听他们的国会作证吗 有 有 我都在场 对 然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当时反而是台湾的朝野合作 一直去向美国国会做游说 我觉得好像各个方面的力量都动员起来 对 现在台湾如何能够不分党派朝野合作 来同美国各界交流来提升台美关系呢 我觉得这样子 我刚才讲这个情境变迁原则 事实上45年以后的台湾 跟45年以后的美国 也跟当年也都不一样了 是不是 我倒觉得 今天台湾朝野应该有一个 寻求一个最大公约数 这最大公约数是什么呢 就是对于台湾的生存与发展 还有保持我们自由民主的制度 还有现有的生活方式 大家要有个共识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公约数 就英文讲一个bottom line 一个底线 不管你是什么颜色 都应该要有这样一个底线 是不是 维持我们的制度 维持我们的民主自由 对不对 生活方式 是不是 那我觉得最好一个例子 就是以色列 事实上以色列的政治 比台湾要更吵闹 是不是 以色列不是只有三个主要的党 是不是 是几十个党 是不是 你看以色列所有的执政 都是多党联合的一个执政 是不是 但是以色列人 尽管他们在国会里 是吵闹得不得了 但是对于犹太人 对于西伯来文化的生存与发展 大家是有共识的 是不是 今天哈马斯攻击 是不是 以色列 虽然在国际上有不同的声音 是不是 有些批评 他的手法过分激烈 但是对于以色列人来讲 这是我们的生存 我们的发展 我们现在一直要把这个战争打赢 他们有共识的 这点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以色列的国会里 没有和哈马斯梅格言去的人 没有 这个跟台湾不太一样 是啊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要一个最大工业 是我们要寻求一个共同的底线 对我们的自由民主的制度 对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维护 是吧 这应该是台湾 两千三百万人的共识 这才对 台湾社会有以美 现在也一直在有 对 这个好像是 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 就是说 这是比较特殊 当然你 你从民主化以后 我们就变成一个 多元民主的一个制度 是不是 在言论自由的旗帜底下 我们也必须要容忍 各种不同的这个声音 是不是 事实上我观察到 这个以美论的主张者呢 绝大部分也都是 受过美国教育 留学美国的人 对 实际上很多这个 反美很厉害的人 都是在美国留过学 在美国这个 还长期居住过 是 所以他们也知道台湾关系法 只是解读不一样 或者他们没有很认真的去读吧 对 是 我确实是觉得 因为这个当然 所以这个董事长 你有机会把这本书 重新这个出一个新的版本 对 更新一下 对我们也很有意义 对 因为这个书确实是比较久以前出版的 因为已经绝版了 绝版了 对我打算再加一个章就是45年以后的回顾 我觉得让这本书能够再出版 让更多人有兴趣的话 可以好好看一看 对 现在学者的话 我即使看到他们做台湾关系法的研究的话 也都没有像你这样有亲身感受 当时国会怎么辩论的 怎么国会每一个字一个字的在讨论的 整个一个背后的逻辑 背后的思考 背景 对 这个非常有意义 谢谢 我们一般人的研究只是把这个文本 就字面上的意思 去解读一下 解读一下 但是不知道他当时为什么这么写 对 就是这个美国的法律学者讲 就是说是除了条文之后 你还要看这个立法意志 还要看立法史 就包括当初辩论讨论的一些逐字的记录 那我这本书可以说是 把这些东西都寒扩在里面 我想至少我当年还用功过 总市长 你今天在这里 我们只是随便问问 你当然现在已经不再是政府的外交官了 对 对于美国今年年底总统大选 你怎么看 说老实话 因为我长期在外交界服务 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是我们是一个外国政府 我们对于两党是一个平衡的对待 对 我们不能够去压保 当然 因为过去在1948年跟1960年 两次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都被指责 有疑似压保的行为 所以一次是杜尔蒙总统当选 1960年是甘勒迪总统当选 两次都压错了 甘勒迪总统也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就是说是我能够忘记 但是我能够原谅 但是我不能够忘记 对不对 那说老实话 就是说是我想我们也都得到教训 就是说是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们都要跟这个当选的总统 依照宪法程序当选的这个国家元首 跟他所领导的这个国家团队打交道 因为这负荷双方的这个共同的利益 是不是 我想没有一个美国的总统敢承担 说是扬弃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台湾政府跟人民 对不对 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你记得当年1949年 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来 在美国国会就一个 不止国会 民间有个大辩论 就是Who lost China 谁把中国丢掉了 是不是 那当然我们永远不希望 再有一个类似辩论会发生 但是对于我们的政府来讲 我们一向态度 就是我们都已经学到教训 我们不再压保 不管是谁当选 我们都要跟他打交道 是不是 我们要找到我们的一个生存的一个利基 这个很重要 而且大环境 美国的两党都对台湾不错 而且是竞争的对台湾好 对 这也是难得的一个 这个是可以说是两党的共识 这个两党共识 尤其在国会里面 甚至于要强度高过于行政部门 因为国会的每一个议员都是来自于选民 那选民通常对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制度跟国家是同情的 是支持的 那行政部门可能他基于所谓的国家利益的考量 或是他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因此我们在美国参众议院 跨党派是一直是对台湾是支持的 过去支持的 当然有一些杂音 甚至几乎是没有杂音的完全的支持 这个也是这45年来的一个变化 是 我注意到最近刚刚公布的一个民调 这个美国民众对于中国对于台湾的一些态度 这个民调里面 这个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非常反感 几乎是他最反感的国家 而且是超过远远超过俄罗斯 超过对于其他什么伊朗北韩的反感 他们最将近70%多的 75以上的民众对中共非常反感 但反过来他们对于台湾非常友好 是的 台湾美国民众对于台湾的友好 在全世界的国家里面排在好像第五位 第一位是日本 第二是英国 然后下面法国 德国 然后就是台湾 这个某种意义上国会的议员反映的是民意 对 而且我还注意 最近美国的议员团访问台湾 他们可能是有意的 每次都是跨党派的 基本上都不是说某一个政党的议员团 都是跨党派的一起来 然后来自太平 我经常给东京写稿子 我说今天要写一篇美国跨党派议员 来来建台英文 东京说不是已经登了吗 我说那是另外一个 因为在我们来讲 中美代表出了经营国会关系 也是一个长期的 一向也是跨党派 我第一派是在华府 1982到1988 我在将近六年的时间 我的工作就是国会联络 所以那个时候Solarz的助理 就是Richard Bush 就是正在著名的台湾通普瑞泽 所以说我跟他交情 是四十多年的交情 就是因为他在Solarz的众议员身边 那我负责国会联络 所以我们经常要见面 经常要沟通 要讨论 对吧 所以这个交情都是非常长久的 所以说是两党对台湾的支持 现在不只是我们住民代表出的同仁在努力 上次代表到最基层的官员 事实上也有很多在美国的台湾人的组织 社团 他们也做了很大的贡献 所以刚才我才讲 我都希望大家在国内 大家也有一个共识 能够为了台湾的自由民主 还有生活方式共同努力 对 确实是 现在台湾的处境很困难 受到中共的压力非常大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朋友越多越好 就是要大家一起去跟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交朋友 是 今天非常感谢李董事长来跟我们分享 45年前你在美国国会观察到 台湾关系法制定的过程 跟你对于台美关系发展的一些看法 非常感谢李董事长的时间 谢谢 谢谢王豪雄 谢谢石板雄 谢谢各位观众听众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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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